你有多久没扫过地了 与其说我们越来越懒 不如说是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了 智能家居的体验现在逐渐成熟 但很多产品是伪智能 扫地机器人是真正能够给生活带来幸福感的产品 这款宋册的石头扫地机器人TG Pro 号称是最智能的扫地机器人 它的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TG Pro机身通体黑色简洁大方 顶部采用了亮面烤漆工艺 雷达盖是圆环拉丝 压力感应器和激光雷达端坐其中 激光雷达可以扫描房屋布局形成地图 给扫地机器人提供导航基础 下面三个按钮分别是回冲 电源键 局部清扫按键 按下任意按键就可以让工作中的机器人停下来 比较有意思的是 TG Pro居然配备了两枚500万像素120度的广角镜头 通过这双眼睛它就能识别物体 通过建模测距最终实现避障 这就是TG Pro的AI双目视觉避障功能 普通的扫地机器人都有不长眼睛的痛点 乱跑乱顶乱撞 这样很容易经常把家里的鞋子推到各个地方 在角落里反而它出不来瞎转 或者容易被电线缠住 扫不干净 反而需要你回家去解救它 TG Pro的这双眼睛能识别家中的常见障碍物 像桌椅腿鞋子 插线板 体重秤这些 它会根据物体 种类智能调节避障距离 保证清扫覆盖率 像鞋子这些普通的障碍物 它是贴着进行清扫 而线缆这种容易缠住的 它隔远一点进行工作 只要是大于3公分×5公分的障碍物 它都能识别到柄绕开 在石头自家的RoboRock App里 你可以看到所有被识别出来的障碍物 如果你家里的线实在是太飞烟走壁 或者像我们拍摄间这样很多线 还是容易缠住打转 强大如它也无人为力 家里面的地面还是要稍微收拾下 T7 Pro搭载高通APQ80533处理器 就是取掉通信模块的一代神优 骁龙625 对于扫地机器人来说 这款芯片算得上是又快又省电 可惜没有界面让我们跑分这个王者荣耀 得益于强大算法 T7 Pro拥有高准确率的AI识别能力 不断升级的算法配合足够强悍的处理器 绘图 线路规划 避障 拖困等功能的体验 也更稳定实用 为了实现全天候避障功能 石头T7 Pro还配备了红外补光灯 在暗光环节下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石头App还可以手动操控扫地机器人 通过实时视频对你的房屋进行巡逻 看看主子有没有拆架 或许此时它就正趴在扫地机器人上 你还可以通过传音功能让扫地机器人 帮你发语音 逗一逗主子 TC Pro还通过了德国来音TV影视认证 视频功能在启动时机器人会发出语音提醒 官方表示视频内容不会存储到服务器 而机器人在充电时摄像头是完全被掌住的 所以不用担心会成为海外热播大片的主角 扫地机器人最重要的还是清扫功能 TC Pro在启动时会绕着预定的区域 沿边缘清扫一圈 然后根据地图进行Z字形清扫 2500Pa的强大细腻 基本是扫地机器人中最高的细腻了 只要是它到过的地方基本都能扫干净 TC Pro是少拖一体的 在扫地的同时还能拖地 而配备的297毫升大容量电控水箱 最多可以拖地250平 根据官方的介绍 在装满水的情况下 只要你家不是打别野 一天拖三次都没问题 是否拖地水量大小控制 可以在App里根据不同区域进行单独设置 比如先少卧室再少厨房 厨房大水量加大细腻清扫 书房想安静小水量加小精力清扫 在App里你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个性化清洁设置 把家里分为不同的区域设置虚拟墙 让扫地机器人专注几个重点区域的工作 那TC Pro还支持小爱同学 Siri 小度 天猫精灵等语音互动 动动嘴它就跑起来了 小爱同学 开始扫地 启动了开始清扫 长辈可能不会用扫地机器人 可以通过设备共享在自己手机上 帮他们设置好 工作中的噪音还是有的 清扫吸力等级越高 噪音就越大 最常用的标准模式下 30分分距离噪音在65分费左右 最低的轻柔模式在56分费左右 大吸力和小噪音没法见得 好在它工作时一般 你也不在家去工作了 最后谈一谈续航 T7 Pro 类置了5200毫安锂电池 官方军称有2.5小时的操场续航 一次扫完250平 没有问题 如果恰巧你家是个大大大平成 一次扫不完 它会计算出扫完剩余面积需要多少电量 然后没电钱回去趴窝 冲到能满足剩余清扫任务的时候 接着干活 假如你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 清扫地面就是个累人的活 拥有AI双目避障 扫脱一体 续航持久的石头扫地机器人T7 Pro 是能提升居家幸福感的 当然一些小角落或者玩购屋子 还是需要我们动手 如果你经济实力不错又有需要 那T7 Pro是个不错的选择 节省下来时间 陪伴家人朋友 或者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或许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真正要义吧 我是沐晨 那我们下期再见